有那個孕婦三十幾週 我看文獻上面應該是目前最大的育嶺的婦女 在這樣子的病人下 我們還是很成功的 用五輻射的方式 在三十分鐘左右就把它燒掉 所謂的心力不診指的就是說心臟的亂跳 原則上呢 這些病人都會感覺到心悸 或心臟小路亂撞 或更嚴重就會覺得呼吸困難 甚至心衰竭 甚至有猝死的可能性 這種不同的心力不診有不同的治療方式 對於心臟快跳方面呢 用運作三種方法 一種就是藥物的控制 第二種就是心臟的電燒 第三種就是心臟的外科手術 那目前心臟外科手術 大概目前是 使用在病人有開心手術的同時順便做 比較保守治療就是用藥物治療 當藥物治療效果不髒 或病人吃藥物副作用太大 呼討無法忍受 就考慮心臟的電燒 我們傳統的這個電燒手術呢 心率不診電燒手術是需要用X光劑 來定位心臟 然後看看我們的管子在哪裡 所以呢就是會有輻射線 那3D立體定位系統呢 它最大的優勢就是 它沒有輻射線 它是透過電廠或是磁場的定位呢 來讓我們知道我們的管子 現在在心臟的哪裡 然後可以看清楚心臟的結構 那3D的方式呢 因為電腦可以記錄過 那就可以化成一個新的模型 那在這樣的狀況下 就可以取代傳統X光的方式 定位這些導管的位置 那它的優勢呢 當然最主要呢 第一個是電腦記錄過你的位置 所以呢會更加的精準 那第二個優勢呢 就是電腦呢 能夠把你這個 做整個手術的過程記錄下來 那取代於人腦 去做這一些記錄 當這種心率不診有很多複雜的起源 或者是說它的起源點可能兩三個 那或者在做的手術過程中 它有做轉變 那這個時候呢 你傳統的記錄器就沒有辦法 同時記錄很多地方 所以它在一些特別複雜的心率不診呢 是有這些好處的 事實上我們人類有很多細胞呢 它對輻射線是比較敏感 就包含我們的生殖細胞 或者是說快速分裂的細胞 比方說你的黏膜組織的細胞 或者是有一些就是會 再生啊 更新的這些細胞 它其實對於照射輻射線 都會比較敏感 我們可以利用就是 3D立體定位系統做到就是 整個過程呢是沒有任何的輻射線 所以呢對於有一些就是對於輻射線 影響比較敏感的族群啊 就會比較適合 比如說有懷孕的婦女啊 或者是說 成長中的青少年 或者是小孩 那甚至於是說 這個育齡年齡的女生 甚至不只是女生 可能男生 因為這個精子跟卵子 也是對輻射線敏感的這個細胞 其實都蠻適合做這個 就是3D立體定位的這個電燒 那事實上 心律不整在這個孕婦族群的 比例是蠻高的 常常這個孕婦的藥物治療 會不容易成功 或者是說效果很不好 因為吃藥也可能會影響胎兒 電燒的時候 你又擔心輻射線的問題 所以3D的立體定位系統 就提供了一個 就是很好的解決辦法 輻射線在研究上面 就對於各種細胞都會有破壞 尤其在孕婦這種 又有寶寶的狀況下 如果真的要燒 我們會建議3D的輻射的電燒 有那個孕婦啦 三十幾週 我看文件上面 應該是目前最大的育齡的婦女 因為這個病人呢 其實非常的容易發作 那他也不想要吃藥 於是呢 在跟病人充分的溝通之後呢 那還是進來做無輻射的電燒 那孕婦最困難的 就是他三十幾週 肚子已經有蠻大了 所以在平躺的過程中 對他來說是一個困難的地方 那第二個呢 懷孕總是會擔心輻射線 照到寶寶 那於是呢 在這樣子的病人 我們還是很成功的 用無輻射的方式 在30分鐘左右就把它燒掉 他有很多的心率不整 其實都是有納入健保給付 在這些特別複雜的病人 或是心臟結構有異常的病人 或是沒有辦法做輻射性的病人 目前健保大概會給付3D 這些貼片的一個項目 明慎醫院在桃園地區 今年是49年 提供鄉親最好的服務 這我們最重要的理念就在這裡 那我們知道很多醫療是要在地化 以免病人就是到處奔波 那這個中和醫院因為是個區域醫院 所以我們顯然就要有一些重點發展 那心臟科就是我們的重點之一 我們是腸根之外 唯一能做心臟電燒的 最主要原因心臟電燒 是一個比較複雜又困難的手術 所以通常需要訓練比較久 還有比較多的臨床經驗 那我目前大概已經做到 大概超過百例有了 可以提供全萬位的服務 決定する 詞・作曲・編曲 beg simult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